請各位等一下再做一個排序 剛剛有兩種,一種是由大到小排序 一個是筆劃,有多跟有少 第三種狀況是,如果今天我的排序是有一個清單 就是說我這個順序不一定的 是按照什麼? 假設我直接有個清單一 這個我想你就自己在亂序排序吧 就是把那個假搬到嗨搬,反正你就隨便亂搬移 移就是清單第二種排序,清單三第三種排序 也就是說我有不同的排序 我希望自動,假設我今天選了第一種 那我就可以按照這個順序幫我排出來 選擇這一種就幫我排這一種 選這個就自動幫我排 那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就很麻煩了 你這邊雖然有清單 可是總不可能把它印出來 然後再慢慢一個個對 再慢慢再排吧 如果當你不知道的話 你也只能這樣做了 可是這樣很蠢 而且很沒有效率 不過很多人沒有辦法 只好用蠢方法 就是慢慢做了 所以有些人為什麼好像都很忙 但是實際上感覺 應該不會要花那麼多時間 可是他整天都很忙 一直到下班事情 還是沒有辦法把事情做完 就是因為他在用一些比較不聰明的方法 如果說我今天有個清單 比如說老闆突然給你說 你幫我做三種方式的排序好了 然後一種方式就存一個檔也可以 存一個工作部